新疆籍球员代言阿迪引争议 据媒体经营报道 由于队内国首上赛季CVA总决赛 媒批胡明轩前来代言某国际运动品牌引争议 广东队对其做出内部扣发20%夺冠奖金的处理 胡明轩1998年出生于新疆温习市 中国篮球国家队队员 目前效率于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 九位底他宣布成为阿迪达斯篮球代言人 但由于阿迪达斯曾参与抹黑新疆棉花 胡明轩这个举动引发极大震议 不少网友认为他作为新疆出生的球员 却代言污蔑新疆品牌的行为非常不同 今年3月多家知名国际服装品牌污蔑 为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并声称抵制新疆棉花 这行为引起中国消费者强烈的不满 这些品牌中在中国的所有代言明星们 也宣布与其解约 其中包括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 4月25日下午杨幂 迪雷勒巴 刘依菲 邓伦 王嘉尔 陈立农 彭院 等接连发布声明 宣布终止与阿迪达斯的一切合作 处此事件影响阿迪达斯股价 隔夜大跌6.1% 此后在中国的销售额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而新疆棉花事件仅仅只过去了半年 9月27日阿迪达斯篮球部门官布 宣布广东宏远南篮球员 胡明轩成为旗下篮球系列代言人 1998年出生于新疆翁骑士的胡明轩 在上赛级率领广东南篮 夺得CV总冠军 其客人凭借在总决赛的出色发挥 当选FMVP 胡明轩的这个举动立刻引爆于人 不少网友吐槽 无法理解新疆籍球员代言母和新疆棉花的品牌 为胡明轩的代言行为不妥当 更有人直接粉丝他是贵族男孩 CV广东队的官博评论区仍然是麻生一片 有网友要求广东队就此事做出回应 并对胡明轩做出相应的处罚 直到现在无论是胡明轩还是广东队 都对此事搞出沉默 没有做出过正面的回应 不过有媒体经济报道 10月8日广东队进行新赛季提测的新闻中 提到胡明轩因为签约期德国体育品牌引发争议 广东队以内部扣发20%的夺冠奖金作为处罚 广东红远蓝球俱乐部为此立下了球员代言的新规 球员签约代言任何国内外品牌都需要和俱乐部报备 在得到俱乐部的审核批准之后才可以进行 否则将扣除球员一半的工资 另外更加竞赛15场 而10月17日广东队对深圳的比赛中 无论负出了并且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哦